日前晚间关山警分局路野分处所的远警在执行巡逻情务时 发现路边有一对母子拉着行李徒步在暗夜当中 警方主动上携关怀之后得知这对母子是因为错过火车 加上身上钱不够打算要用走的走回出路 警方担心会发生意外特别以巡逻车载送母子帮助他们平安回家 为在中午地区的台九县往来的车辆都十分的快速 且有部分的路段没有路灯 在夜间时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地方 日前路野分处所的远警在执行巡逻情务时 在台九线上发现有一对母子正拉着行李走在路边 由于前方即将记录没有路灯的区域 远警当心会发生危险主动上前关怀 才得知这对母子原本要从路野车站搭车前往台中 但因为错过搭车的时间 再加上身上现金不足 因此打算徒步走回路野的家中 远警于执行深夜情务时 见到两人拉起李按夜徒步在台九线上行走 远警主动下车询问得知 这位母亲带着中度伸脏而致路野火车站搭火车 却错过车班 身上的前所剩无几 打算徒步的方式返回出路 但因深夜前路途部分路段无设置路灯 远警恐怕发生意外 以巡逻车载送母子返家休息 路野分处所的远警发挥高度的同理心 在通报请务中心后 利用巡逻车将该队母子平安送返回家 观山分局也呼吁民众 如果要在夜间外出时 可以穿上鲜艳或是具反观效果的衣物 才能够发挥辨识的效果 维护自身以及他人的安全 记者陈静玲 陆野相报导